好的继续来回到比赛 来看赵新童对阵菲利帕克的第四局 开局直接露球了 左下方抵戴 好球 这种球赵新童这个手感上来 打的确实得心应手 没有什么压力 这杆可以连接到咖啡 咖啡一点向下的角度吃酷 这种开球基本上不会纠缠太久 因为上手以后就直接可以吃到很多套 找机会把黑球的线路先解开 推过来 推过来还可以再吃一颗左下方抵戴 这样还是下一个高竿接粉球 顶着这下漂亮 及时的给母球做了一个泄力 粉球归位以后 左下方抵戴的这颗被吃住了 防守一干 当然这一干没有防住 打红K红 好球 好球 菲利帕克这一干也很有意思 红球打进了 球队也带开了 但是没有叫到彩球 嗯 帆母球回顶 贴到顶库 右下方抵戴戴口子 这一颗是可以打的 好球 小伙子外形长得很俊朗 一米八多的大高个儿 嗯 右下抵 稍微带一点角度 比直球要好打 篮球一点点向下 可以直接往下增 看来之前正好 赢下一局给菲利帕克也是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现在至少敢打了 左边中弹 这几套球拆的还是很舒服的 确实球形也很给力 赵心同送出了一个不小的大礼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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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打到一杆超分 看菲利帕克的稳定性 篮球还是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其实现在球台上一个难点就是黑球和黑球右上方的这两颗怎么去拆一下 嗯 这干自己给自己打没了 没了 防一干 你叫左下方底带的话还有点机会 右下方底带是一点机会没有 防守一干 坐上一干斯诺克 哎呀 这个处理后斯诺 哎呀 没打劲 漏机会了 稍微顶一下就可以打劲 现在菲利帕克也是把黑球附近的这个线路解开 然后给赵新彤送上一个机会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交个朋友的打法 三颗红球最右侧贴裤的这一颗会稍微难处理一点 尽可能的去叫一杆底带 看一下这颗关键的较位 看一下这颗关键的较位 这拉杆回来想要顶一下 顶到了 顶到了也不好打 看左上方顶带吧 好球这个准度无敌了 给菲利帕克造成了亿万点伤害 这种球都能打进 那这局基本上有了 绿球还是一个难点 但是绿球可以推 出干的话 左手球员不是顺手位 绿球员带口了不太理想 好球 咖啡球叫一个中弹 这种中弹并不好打 差了很多防守一个 没防住啊 右下方底带是漏球的 50比50需要打进粉球超分 哎 这个角度去带一下 要不然黑球和粉球是互相咬住的一个状态 直接推下来 有单下 好 这个角度看是有单下的 没有咬住 好球 顺利超分 3比1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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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